这人我还认识呢 就我妹夫她的大学同学 上一次他们请吃涮肉的时候 她也来了 挺年轻的 就长得也挺帅 盘嘛 我觉得还行啊 看没看完呢 这看照片还看资料啊 看完啦 小心点 好 收莫从生 白草蜂蜡 欢迎光临 莫超原理 你好 李总 我是莫愁园林创始人丽娜 李广 好了 我们再见 又见面了 就见面了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莫愁园 那是你做的 那天看你吃饭那样 我还以为你是 涮肉店创始人呢 涮肉我严 种树我严 那我们 进去聊 好 走 来 这边请 这就是我们公司之前 做过的警官项目 云南大学度假村 上海洲际传媒员 还有广州的阳光小镇 这边请 这么说你们是做 园林设计起家的 对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 跟高厂 就是我们家姐的妹夫一样 但我特别喜欢绿色建筑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 读了园林设计 回国以后 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 一点一点做到现在 你们步子走得很踏实 我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今天的 最开始 公司只有我一个人 那时候公章都揣在口袋里面 带着到处流浪 你们这儿还真挺梦幻的 特别像童话里边 这是我跟我们这些 小伙伴一起设计出来的 你们这个绿植基地 做得真挺好看的 大家都觉得好错 谢谢孟佳姐上市 你看你喜欢什么 随便拿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用客气 这边请 这边是我们用绿植 建的一个背景墙 琪儿 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 你打呗 我早就知道了 你前脚刚走的后脚就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 她是让我帮她说好话 这我可做不到啊 进调都是用数据说话的 别想多了 还真没有 她就是跟我说 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 那可真有空 不过我之前做报告的时候 我老婆你叫我啊 好 来 我知道了 好 好 拜拜 正好 我刚从莫筹园林回来 那个 我正式通知你一下 从莫筹园林那个项目退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你跟那个创始人认识 按规矩呢 按规矩 规矩尽情才需要回避 我们俩就是认识 如果认识都需要回避 我们项目还做不做了 你先别激动 你怎么遇到事情就这么激动呢 我没办法不激动 这对我不公平 有公平不公平的 那你觉得 你要不愿意退出这个项目 黎明集团放弃莫筹园林 对他们公平吗 为什么呢 说实话啊 我也不知道 那我去问黎光 你几岁了 你三岁啊 这动不动问黎光问黎光 你能不能处理问题 别那么情绪化呀 讲究一点方式方法 别动不动地因为工作的事情 去影响你们的感情 行吗 那恋爱是恋爱 项目是项目 恋爱可以讲经 项目就是讲理的 那黎光就是不讲理了 你怎么办 于公 黎光呢 是我们的甲方 他说什么 是什么 我们该听 他只要挥手签个字 我就能完成今年的KPI 他要不高兴了 换个律所 整个团队跟着和西北风 于是呢 我跟黎光认识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见过 他什么时候 为了感情的事情 这么丧失理智 无作非为的 我觉得啊 他对你的这个爱 真的可以说是 无条件地宠溺和包容了 但这个时候你更要警醒了 黎沐佳 你要清楚你和他的差距 所以你选择跟这样的人谈恋爱 你还是要 遇到问题 你要讲究方式方法 对吗 你可以表达 换一种表达方式呢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你可以回去好好想象我说的话 我真的是为你好 好 谢谢吴律师